好 老师怎么观察 一方面习近平今年第二次出远门 那目前为止这个时间点 他仍然已经抵达南非 主要要拉拢的是金砖的成员国 对抗的是G7 可是同一时间 拜登事实上 让美日韩的结盟更加的紧密 对 刚才你画面上面想了一句话 叫做准备成立一个反美大联盟 他可能这样想 但是很难成功 所以我就接着郑浩的话讲 的确上个礼拜五 8月18号的时候 日本的岸田 然后韩国的影席院 到了华盛顿DC附近的大卫营 然后见了拜登 三方开始开会 就像刚刚郑浩说的 他们签了三份文件 一个叫大卫营原则 一个叫大卫营精神 一个叫协商承诺 我先把结论说出来 你要说他们现在是小北约 大概还不到那一步 为什么不知道那一步 我们等一下详细解释 但是呢 的确向这个方向走 而把这个三方会面呢 叫做印太小北约的呢 是谁叫的呢 中共叫的 非常有趣 也就是中共真正担心 他会成为印太小北约 虽然我们看起来就是 他其实还不到那一步 那为什么这样子呢 刚才我们讲的三份文件 我们先介绍这三份文件 有两份比较短 一份叫做原则 一份叫协商承诺 我们先讲这两份短的 大卫营原则讲了什么呢 他说每日韩三国 我们推进一个基于尊重国际法的 尊重共同价值的自由开放的印太 强烈反对任何通过武力 或者威胁 然后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 这个其实就引起中共了 因为你企图单边改变台海的现状 然后第二个重点就是 履行核不扩散的承诺 然后尽全力确保核武不再实用 这句话是针对北韩来的 但是反过来呢 就是美国也讲过 我对于南韩跟对日本的安全承诺呢 我不排除使用核武力 我们等于讲了这一段 所以第一个呢 大卫营原则 只有几段话呢就讲完了 第三个叫做这个协商承诺 什么叫协商承诺呢 只有几句话 他说三国为了共同应对 对于本地区的挑战跟威胁 我们相互承诺 我们互相迅速地开展协商 但后面加了尾巴 我们的承诺呢 并不意图产生任何国际法 跟国内法的权利跟义务 也就是呢 我们没有形成同盟 我们也没有什么任何 什么攻守的什么这些关系 都没有 我们只是说我们要协商承诺 但是大家在这个关键时刻呢 听了你讲的话呢 就更觉得说 后面有很大的想象空间 这空间在哪里呢 来我们看看精神 就是它比较长的那个文件 大卫营精神 其实里面很多段话 我挑了比较重要的几段出来呢 跟各位介绍一下 第一段它说加强美日同盟 跟美日同盟两者之间的战略合作 然后把这两个同盟之间的安保合作 提到新高度 我们没有说变成三方 我们是两个两方 然后提到新高度 然后要改善联络机制 促进定时的跟及时的联络 使它更加顺畅 三国的领袖 然后外长 然后国防部长 跟国安局长 每年至少分别开支会议 就领袖开会 然后外交部长开会 国防部长开会 跟国安局长开会 来补充美日韩三边的 外交跟国防的会议 换句话说 已经有国防外交会议 我还在补强它 好 那这段话呢 他们摆在最前面 其实非常关键 所以他们在说什么呢 他们在字面上跟你讲 我们没有形成一个三边的同盟 我们还是两两同盟 但是两两同盟 加强合作 提到新高度 什么新高度呢 我们没有讲清楚 我们没有讲清楚 什么新高度 但是我们说了 有个新高度 你自己去想 所以它是 有那个意思 但是没有讲到那一段 但是虽然没有讲到 那个层次 它有没有那含义呢 我们等会儿再说 所以这段话呢 非常关键 国际上解读的非常多 现在大家我觉得呢 还是过度解读 但是过度解读呢 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我们再说 这是第一段话 第二段话它说 我们三国呢 强烈关切 中共在南海的 危险的 根据攻击性的行动 不管你是赵岛啦 或者对菲律宾啦 或阻止别的国家 自由航行的呢 这都是危险的 跟攻击性行动 强烈反对 对于印太水域的 单方面改变现状 印太水域 大家讲太平洋 你说美日韩 都可以理解 讲到南海 大家还可以理解 印太的话 就要包含印度洋在内 那么也就是说 美日韩它的力量呢 它现在讲清楚了 我不只是在东北亚 我在印太地区的水域 我们都会插手进来 强烈反对任何国家 在印太水域 单方面改变现状 这是第二大点 第三点 讲到台湾了 三国重申 对于台湾海峡 和平跟稳定的重要性 然后他们认为 这稳定性 是维持国际社会 安全与繁荣 不可或缺的因素 请大家注意这句话 不可或缺的因素 也就是 大家反复在讲 台湾的安全跟稳定 是国际繁荣的 不可或缺因素 有关台湾的基本立场 它说我们没有变化 我们敦促和平解决 两岸问题 话不长 措辞非常简单 非常明确 跟过去讲的都一贯 跟哪些过去讲的一贯呢 请各位回想一下 跟G7讲的话一样 跟欧盟讲的话一样 跟北约讲的话一样 换句话说 G7也好 欧盟也好 北约也好 美日也好 美航也好 或现在的 隐然出现的美日也好 大家对台湾海峡关切 到了这种程度 我反复跟我们观众朋友讲 全世界来帮我们反共了 现在我们自己还想不清楚 这很奇怪的事情 而我们这个 在节目上也讲过多次了 我记得上次是利文兄讲的 这个在国际上面呢 大家都很讨厌中共 然后对中共讨厌程度的高大 百分之八十八几 台湾还是最低的 这非常奇怪的 我不是说要讨厌中国 我反复跟大家讲 我们讨厌是中共 我们是反共不反华 所以大家要分清楚 也就是我们不是跟14亿中国人为敌 我们是跟少数共产党为敌 他才是人类真正的敌人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大家都认为 台湾海峡的繁荣 刚安定这么重要的话 而我们自己认不清楚这个事实 我们老是觉得说 我们跟中共好好谈 就谈到结果了 不会的 不会的 即便30年前 讲了什么一国两制了 讲了九二共 一国两府了 九二共识等等 或者说一中各表 对 那是30年前的事情 30年之后 中共改变了看法的时候 我们自己要不要调整 我们才死报的 当年30年前 不切实际东西吗 所以朋友们真的想清楚 我再说一次 全世界来帮我们反共了 而我们自己还有人 不太反共 这说不通的 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 就讲到这个北韩了 强烈谴责朝鲜 空前数量的弹道飞弹的试射 跟常规的军事活动 然后强烈敦促朝鲜 放弃核子武器 跟弹道飞弹的这个计划 然后同时呼吁 所有联合国的成员国 全面履行安理会的 有关决议 也就是安理会 对于北韩的核武器 跟核发展 做过多次决议 敦促它放弃核武 然后公开它的核试验 然后停止这个飞弹试射 那么如果说联合国 曾经安理会 有过这么多次的决议 这么多成员国 也都签字保证过 你们为什么不出来履行 所以呼吁这个国家 第四点 第五点美国重申 对日本跟对南韩的防御的 延伸威择的承诺 这个在今年年初 不管是这个 岸田文雄去访问 华盛顿也好 或者隐区约去访问 华盛顿也好 美国都说过这话 然后美国讲说 我的核保护展 会延伸到那里 美国对南韩的隐区约 做完保证之后 没有几个礼拜 美国的核潜艇 就到达南韩 先后两三艘 这个我们明杰兄已经多次分析过了 那么也就是说 美国这个承诺很明确 它现在再次重申 一方面是针对北韩来的 二方面 其次也是针对盟友发出信号 我对你们承诺不会改变 同时 它其实隐约也是对台湾 对澳洲 甚至对印度这国家喊话 你们看清楚了 我们泰式上摆出来了 所以大家选边 不要选左边 然后三国还讲 我们除了要这个延伸规则之外 我们每年要定期举行多领域的联合演习 这话就讲得很明确了 演习是有目的的 演习是有目标的 是有科目的 所以呢 我们一向下摆出来 你说秀肌肉也好 但是我明白告诉你 如果说你对我承诺的这些国家 进行任何规则的话 那我这肌肉摆的 整整等着你了 这是第五点 第六点是经济问题 而现在全球的供应链非常混乱 所以我们要针对这问题 三国要加强合作 对抗经济威胁 然后要做好准备 然后为了这样运行什么呢 早期警戒系统要紧密合作 同时防止我们三国的 这些相关的军工科技被挪用 所以我们在出口管理上面 要强化合作 这话讲明白 针对中共来的 好 那么最后一点 在支援乌克兰问题上面 我们团结一致 我们向乌克兰提供支援 对俄国实施统一的跟强力的制裁 然后降低对俄国的能源的依赖 那么这些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几个重点 好 那现在我们回来诠释一下 诠释两个问题 第一 他到底是不是小北约 应该说目前还不是 我再说一次 现在是两两合作 不是三方同盟 所以名义上跟文字上 不是小北约 虽然没有叫到小北约 谁把他们叫到小北约了 中共把他叫小北约 中共为什么把他叫小北约呢 中共担心他成为小北约 你越担心他越可能这样走 所以试今时就是 虽然没有说三方同盟 但是出兵作战的可能性 第一 完全存在 第二 非常可能 第二点 中共更生气就是 这三边同盟没有讲 没有真正说我们怎么保卫台湾 但讲说台湾是全世界安定繁荣 这所不可或缺因素 所以实质上 美日韩这三边的合作 把台湾保在里面了 那么他的意思非常清楚 他潜在的意思就是 我们美日韩这三边合作 我们是抗共保台用的 好 我们稍后回来